經建會提出這一套競標的理論 我就跟他們反駁掉了 沒有通過 第二年以後 因為我沒有繼續留在那裡邊 他們說什麼要付你優先 所以我就請我們這一個虛光的委員去 我就沒去 他們就通過了 就用這個競標的 這個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他根本不是真的要去推動這個再生能源 所以雖然有了這個立法 但是空有其表 那麼到了我們可以看 到了2013年 台灣的風力發電跟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 只佔總發電裝置容量的1.26%跟0.2% 如果以佔發電量來看 只分別佔0.65%跟0.13% 你可以看 兩個加起來 兩個加起來 1%都不到 1%都不到 那你如果跟國際上去對比 國際上在2013年全球再生能源發電的 這個這裡面的風力發電佔2.9% 太陽光電0.7% 當然現在是更高了 因為最近中國太陽光電的發電都是以好幾GW這樣再增加的 現在這個像太陽光電每年的這個成長 它們的複合成長率是30%到40% 譬如說今年大概預估 這個裝置容量呢 會到50幾個GW 一年 可是我們的情況是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子 我說為什麼這麼不堪 很簡單 馬政府的能源政客 就是獨中合能嘛 本來一直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以後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他還是要堅持核四要再蓋下去啊 然後那個時候只宣布說核一廠不研議 因為那個時候是核一廠已經要提出研議計畫 核二核三還沒有提出來 但是他們原本的規劃 是三座核電廠都要研議 由40年研議20年 那因為日本福島核災全球都在檢討 他才變成說核一廠的研議停 可是最近各位看到 他們不是照樣提出來嗎 那個核能會不是 原能會不是在那邊審嗎 不是想要讓他們這個研議嗎 說不通過 我們現在就會缺電啦 是不是 然後呢 核衣廠那個核廢料 儲存都已經滿了 所以現在就想辦法 要 印到法國去 要印到法國去再處理 要花一百多億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他對在生能源的發展呢 採取的策略 當然就是先慢後快 那為什麼這樣子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整個電力市場的結構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油氣是由中油在獨佔壟斷 然後電根本是掌握在台電的手裡 這個是幾十年來就是這樣 雖然你說油有多了一家這個台數 可是兩家都一樣啊 漲價的幅度啊 漲價的這個漲點的方向都一樣啊 那個跟一家獨佔是沒有兩樣的 所以整個是因為這個市場的獨佔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樣有問題呢 因為他們是 但是國營市內又是獨佔公司 所以現在不是說你去指責某一個人 有很多人說啊台電 他罵到台電就說台電的這個員工 其實跟那個都無關 這是整個制度性的問題 因為他是一個國營市內 他獨佔電力市內 那他又肩負了一個所謂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的這個政策任務 好 這個東西啊 他就會產生一種所謂 代理人的道德危機 我們經濟學裡面啊 談這個代理人的這個 道德風險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國營市內 他的薪水固定的 OK 那他可以分到的紅利呢 現在 了不起 我們現在就是國營市內那些 這個年中績效獎金 最多最多就是4.6個月 對不對 如果是民營店 民營的 民營公司 你如果績效好 有時候那個分紅 可以分到十幾個月啊 對不對 那然後你經營不散的話 你要負責啊 你就可能下台啊 可是國營市內的老闆不是這樣子 他最重要的是達成這個穩定供應的這個任務 只要這個政策任務可以達成 那麼他即使虧損 即使經營績效差 他也不用負責下台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這個國營市內有很多政策任務 包括穩定物價 要他促進了我們經濟發展等等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純粹以賺錢為目的 那他的重要的任務就是達成這個供電的這個穩定嘛 好那你想想看 所以他賺不賺錢沒有關係 即使虧損沒有關係 但是他要是不能夠達成這個政策任務 他可能就要下台 那只要能夠達成這個政策任務 即使虧損 他也沒有關係 他照領他的薪水 雖然也許可以 可能領不到4.6個月的績效獎金 他至少還有兩個多月的績效獎金會領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說這樣就會形成這個所謂道德的 這一個 呃 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呢 好 那這樣子 你 如果你去當董事長 那你 你想 你怎麼去達成這個 穩定供電的這個任務 你有很多做法 當然如果大家可以節約用電 那最好啦 可是節約用電 你賣的電就少啦 你的收入就少啦 對不對 好 那你要多賣電 那你又怕這個電不夠 所以 你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我拼命蓋電場 而且蓋的越大越好 蓋的越多越好 只要我蓋的電場 可以發出來的電 可以滿足我未來用電的需求 還有你 那我就不怕 我不能夠達成這個政策任務嘛 OK 好 這個就是過去幾十年來 裁電所採取的這種做法 這不是說現在的董事長 或者現在的這個經營者是這樣 但是 是幾十年下來 從過去就這樣 好 那他怎麼樣去拼拼蓋大型的電場呢 特別是 過去是燃煤發電啊 然後核能發電啊 特別是這一些 因為在台灣喔 你除了這樣可以達成穩定供電的任務以外 還有台灣過去所有的公共建設 這個公共建設 到底幾% 各位你們自己去想 我不用比 好 那越多 你如果幾千億 你自己去算 那可以多少 但是你如果去蓋這些小型分散的太陽能 風力發電 那有什麼好 抽的啊 沒有 對不對 好 所以 拼拼要 為了要拼拼去蓋這些大型電場 那你就要去想辦法說 我為什麼需要去蓋這麼多的電場啊 那通常呢 他會去先去估計啊 未來的用電需求 然後呢 因為你要維持這個穩定供電 你還要有一個 他們叫做合理的備用容量率 OK 好 那這兩個都是等於是假設條件 那他就會去算啊 那通常呢 他就去先高估未來的電力需求 然後呢 來用一個偏高的合理備用容量率 來算 好 然後 他就積極去蓋 為什麼 我給各位看這一個 這張圖 例如說 這個我們的 這個實際用電需求啊 應該是A這條線 這個跑掉了 從這邊去預測 應該是A這條線 但是他就 高估到BJ條線 說我未來的用電需求 我會跑到這裡 怎麼講呢 各位 你如果回想一下 在2011年 日本福島核災以後 台電所給經濟部的資料 那個時候經濟部長叫做施延祥先生 他告訴我們 說 2008年 到某一年 預估啊 這個用電需求 那個那個經濟成長率到 2008到2015年 還是到2020年 我現在記不太清楚 他印象是這樣 就是說 他估計啊 我們未來的經濟成長率 平均每年是5% 然後用電需求 是多少呢 用電需求的 增加率呢 是每年3.75% 這樣去估計出來的 可是在馬英九執政前四年 我們平均經濟成長率 只有2.7% 他竟然可以用5%的年成長率 然後去推估 是推估到2025年喔 你可以看這裡高出了多少 這是第一個 然後這個實際的備用容量率 我說事實上呢 8%到10%就綽綽有餘 但是他們歷來歷年來 台電在做長期電源開發方案的 這個規劃的時候 都是用20% 都是用20%去計算 好 那如果說10%就夠 那應該是吸吹條線 我們實際上 應該就是說 然後規劃到未來的用電需求 是到這裡 但是呢 結果呢 他是跑到這個地方去 OK 好 就這樣 那這樣呢 他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你如果不讓我蓋這個核市場 將來就電不夠 所以那個時候就恐嚇大家說 到2025年 2015年 如果核市不商轉 那個時候 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只是要百分之二點幾 這個都有資料可查的喔 就是說在2011年 那個時候發生福島核災以後 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說到2015年 如果我們核市不商轉 那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只是百分之二點幾 這個時候就有限電的風險 特別是北部 一年365天大概要限電100天 100天 你看 三四天就要限電一次 這樣才恐嚇老百姓 你說你們不讓我蓋核市喔 到時候你們負責 沒電用你們自己負責 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一套邏輯來的 那那麼問題啊 台電根據這樣的這個邏輯 去蓋電廠 所以我們看 從2001年以來 台灣的電力市場 一直是處於公過於求的狀態 這個電力備用容量率 都在百分之13以上 2008年以來 更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麼好像 譬如說去年 大概降到百分之十七點五還多少 但基本上還是非常高 還是非常高 那麼這一個我們再看 這個2011年的電力系統的整個容量裝置呢 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這個表示啊 平均來講 一年裡面平均 它有百分之四十的 這一個閒置的這一個電力 是在那邊養蚊子的 OK 那我們現在何事還沒有 那你如果說這個核四交入 那麼只有增加這個備用容量率而已 完全是浪費的這個投資 好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它實際的這個備用容量率是這麼高 那我這裡啊 快一點喔 讓各位了解 什麼是備用容量率 它的備用容量率是跟這個尖峰負載來比 也就是說 它可以發的電 扣掉電廠本身的用電量之後 可以送出去的這一個電量 比這一個尖峰負載啊 還高出來的這個部分 假設說到這裡 那這一塊呢 叫做備用容量 這個備用容量 除以這個尖峰負載呢 這個叫做備用容量率 那備用容量超過百分之二十 結果我們全聯啊 全聯的平均 這個整個用電量呢 是這樣子 下面這一塊 那上面那個呢 空白就是 上面那個佔了百分之四十 就是平均起來 是很多電廠是關在那邊養蚊子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因為是這樣 所以造成台電虧損累累 台電到現在累積累積2000多億 它就要漲電價 然後他說 那就是因為你如果還要 再有去收購這一些再生能源 那電價又要漲更多 就是這樣子 其實是因為它浪費的這個投資太多 所以那照我們現在的這個制度 因為是一家壟斷 即使我們現在有民營電廠 但是你必須要取得台電的同意 要跟台電簽約 你發的電子能夠賣給台電 台電再賣出去 OK 因為你要用到它的私配系統 OK 那現在是再生能源也是一樣 你去裝再生能源 你說設公民電廠 那你的電還是要透過台電的這一些輸配電網 這些系統 你按照我們現行的制度 你還是要賣給台電 台電再賣出去 所以現在這些再生能源發電一樣啊 不是就是你去談這個價格 還是要取得台電的同意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些公民電廠 你跟現在開發這些再生能源也是一樣嘛 你會面臨同樣的這個困性 好 台電已經虧損累累了 我們的電它已經弄得太多了 然後它還要發展核電 那一個核電廠出來 就佔了5% 百分之6% 哪裡還要你這些小鈴分散這些再生能源啊 你這些能源 你賣給它 你發的電賣給它 它就多花錢而已啊 它賣出的電沒有增加啊 不會因為它跟你買電 跟你買這個再生能源發電買多了 它就可以多賣電沒有啊 所以只能夠增加它的虧損而已啊 只會增加它的虧損啊 所以它一定千方百計想盡辦法 就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這個不穩定 這個影響我的這個供電穩定性什麼一大堆 對不對 你跟德國 2011年它的再生能源發電可以佔不到20% 原來他們的目標是在2020年要達成的啊 2011年就達成了 剛剛恐龍先生的報告就講啊 他們第一個是優化 Deregulation 對不對 是優化以後 然後在他們的這個法案裡面啊 還規定等於是再生能源優先上電房 你絕對不能夠拒絕了 他們可以這樣子去推動 所以他們的再生能源可以發展的那麼快 台灣沒有啊 台灣這些條件完全沒有 所以如果 你沒有辦法去打破這一家獨佔的綜合電力4A 沒有辦法電力4A自由化的話 那你說我要去發展再生能源 我要去推什麼公民電廠 那個都不通是白搭 你有再好的這個計畫也都沒有用 我告訴各位 我如果這一個有錯 請我們德國的這個專家給我指證 我看了這個資料 德國在1998年4月它就完成修正能源經濟法 那麼從19984月29日就生效 那麼他們的立法的這個目的 而且呢它是沒有夠度起優 它立即全面開放這個市場 那同時啊 它為了促進競爭 新華平衡規定 所以能源供應業者對於擁有路權的各地方自治團體相證 得享有不受歧視的路權締約請求權 也就是齁 然後新華平衡規定市場近日的控制 譬如說使用再生能源是電力供應或能源是供應 據為滿足製造業本身之需求者 均不需獲得近日市場之許可 也就是說你就可以直接 所以它優先上齁 你不必再去申請要獲得許可才可以 人家是這樣推動 我們呢 是把要推動的那個目標當上限 我再告訴各位 2012年德國新制再生能源法裡面 設立再生能源發電比例的下限 人家是設下限喔 我們是拿那個推廣的目標當作上限喔 它的下限2020年是35% 2030年是50% 2050年是80% 你看台灣也見晓了 到現在我們多少 怎麼去推動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說 今天我們要去推動 如果電力市場沒有辦法自由化 你有再好的計畫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當然 我看一個辦法就是 要靠總統的選舉 才有辦法改變 像柯文哲這樣 去做徹底的改革 我告訴你 台灣沒救 以上 謝謝 王老師覺得總統的選舉 不過總統還是要公民來選啦 其實公民的意志也非常重要 除了剛才王老師 講的義憤填膺的困境以外 其實可能不止 接下來 請徐光榮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從他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我們台灣再生能源 那麼難退 好 徐老師 好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其實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呢 跟其他的也不一樣 我想要跟各位談的說 公民電廠這個是必然 一定要做 而且是未來可能是 拯救我們台灣